電燈 電燈都裝上去了嗎? 我們來試試看 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成功啦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到影片右下角按訂閱 準備好了嗎? 我們開始囉 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四段燈光控制器 四段燈光控制器主要應用在家裡的美術燈 那我們先將這一段控制器的原理 我先介紹給大家 左半部為AC電源110V 我們從自己做的延長線接過來 右半部 分成白藍黃黑 這四條線 黑色是貢線 所有的燈 燈泡 最後都要接到這一條線 白色、藍色、黃色 就是控制這四段的控制線 第一段為 第一段為 藍色、第二段為 白色、第三段 黃藍色、第四段 黃白色 然後我們用燕電筆 試一次給大家看 試一次給大家看 我先送電 第一段 第一段 藍色 會叫代表說它電已經過來這邊了 所以這另外兩條 照理說是不會有電 好 我們再來試 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是白色 白色是這一條 另外兩條 應該是沒有電 好 再來試 第三段 黃藍色 第三段是黃藍 有電 黃色有電 白色沒電 好 再來是第四段 第四段 第四段是黃色跟白色有電 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 接下來 我要介紹給大家 我們常用的霉樹燈 配合四段燈光控制器的功能 第一段是亮一個燈 第二段 亮小夜燈 第三段 亮三個燈 第四段 亮兩個燈跟 小夜燈 那如果 不想裝小夜燈 就直接將小夜燈 燈泡拆掉就好了 那就可以 直亮 一個燈 兩個燈 跟三個燈 好 換下一張 這一個是我們要 設計 四段 等光控制的 電路圖 左邊 左邊 這一個是 交流電 上面 這個是 單 切開關 進來 火線進來 到 燈光控制器 下面 是中性線 回到 交流電 再來換右邊 右邊 右邊我們 會裝 三個燈泡 跟一個小夜燈 那我們要射成四段的話 我們先入圖 要先照講解 第一段 裝一個燈泡 還射的 之前影片 而講 說第一段是藍色 所以我們只要接一個藍色 然後就回到 黑色 這樣第一段就會亮 一個燈 第二段 也是一樣 白色 直接接一個小夜燈 然後再接到黑色 第二段 第二段就完成 那第三段是亮三個燈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第三段 藍色跟黃色的線會有帶電 所以我們 第三段 剛好 在黃色的地方要 並聯兩顆燈泡 然後再 跟藍色接在一起 最後再接到黑色 這樣子就會 第三段就會 有三個燈的功能 再來是 第四段 第四段是兩個燈 再加一個小夜燈 就是 第四段它 電出來的電是 黃色跟白色 有帶電 所以我們這邊剛剛兩個燈 再配一個小夜燈 這兩條再接到黑色 貢獻 這樣子 第四段的電 這邊 第四段的燈 就會有 兩個燈跟小夜燈 電路圖大概是這樣 現在來看看 四段燈光控制器接到 美術燈的樣子 首先 我們先看藍色 藍色 接一顆燈泡 第一段 再來 黃色 接兩顆燈泡 黃色 這邊有 兩條線 另外兩顆燈泡 再來 白色 白色 接小夜燈 那 那剩下的黑色 全部接在一起 就是貢獻 這一個 黑色是貢獻 然後 因為小夜燈 它剛 它兩條都白色 所以其中一條 就當作貢獻 所以我們這條貢獻會有 五條線 那交流電的部分 記得 黃色 黃色 接火線 黑色 接中性線 王子 愛 黑色 即使 虛擦 插 現在 合 挺 很小的 快 關鍵 不然 有 第二段,小夜燈 第三段,三個燈 第四段,綜合 它還是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右下角按下訂閱 以及按下讚 謝謝 Pick to Excelsior